在美轮美奂的建筑外观的里面 我们还包含了很多黑科技 它也成就了我们整个建筑物 无论是外观或者是内在 更多的一些亮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 对你们的第二道考题了 最痛点 以前呢 大家觉得北京有一座 这么大的首都机场 其实就挺好的了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建 大兴国际机场 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 哪些痛点 从行业来讲 我们看到全球 凡是大的城市 都会有两座机场 比如说纽约 比如说东京 比如说伦敦 巴黎 现在有很多人想到北京来 不仅是我们国人 也包括外国人 但是首都机场资源配置 已经容量饱和了 从发展来讲 必须有一个新的机场 来满足经济社会和老百姓 出现的一个基本要求 首都机场的旅客量 已经突破1亿人次 是 说在原来首都机场 发展的空间不大了 这是从发展的需求来看 从旅客角度来说 平常我们给神面的朋友 包括给旅客 我们也交流 大家对坐飞机感觉的痛点 就是地面交通堵 排队实践场 中软不方便 航班已延误 针对这些问题 大型机场的建设 正风其时 此刻 请允许我提问 对我们大多数乘客来说 一想到我们要去大型 那么远的地方 去坐飞机 我甚至连坐飞机的愿望 可能都打消了 这个问题怎么破 大家现在看到的物理距离 是比较远 但是配套的项目 在大型机场 启用之后 应该说全部到位 有高速公路 有地铁 还有高铁 实际是一个中和体 在各方面 应该都是比较便捷的 大型机场设立了 五中两横的 离铁交通收纽 从南三环的草桥 草桥出发 到大型机场 也就是19分钟 比人们想象的 要短得多 从北京系客栈 到大型机场 也就是20分钟 就可以到了 立体交通 属于的便利化 缩短了距离 到大型机场乘机 反而是非常方便的 再一个 大型机场 理念特别先进 布局特别合理 在大型机场起降 要比手动机场 在地面滑行时间 要少 比如我们380 在手动机场起飞的时候 地面需要滑行 31分钟 搬到大型机场 以后 它地面滑行 只用11分钟就可以了 另外通过 油画航路 大型机场 往南方飞的航班 空中的飞行时间 也节约了 比如说我们从大型飞广州 可以节约17分钟 大型机场的建设 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 路上更顺了 登机更快了 再一个 就是中转方便了 中转 不论是国内转国内 还是国际转国际 包括国际与国内之间的中转 它用的时间 都比手动机场 节约一半以上的时间 再一个就体验更好了 大家都觉得到大型机场 那么远 那么难 觉得好像是一个 非常非常遥不可及的距离 但是这儿我的定位 我自己感觉到 我们建设者是达卷人 咱们广大的航空公司 和广大的旅客 是越卷人 听到我们重要的越卷人 两位航司的老总 对这个距离的情况 有这么准确的掌握 和这样的推广 宣介 我心里放下了 很大一部分的心 这个大型机场 是全球综合交通集成度 最高的机场 体现在我们的航站楼 是建在一个火车站上面 相当于北京站 在我们的航站楼下面 有多种的轨道交通方式 包括高铁 城际 地铁 等多种方式 都在我们的富二层 进行接驳 四通八达 同时实现旅客 无缝地跟这个沉积 像衔接 因为它就在下面 用大容量的那种直梯 和大容量的步梯 可以直接上到出发层 同时我们还安排了 在这个地下层 就能够直接安检通关 这种便捷和效率 最终 为旅客放到从前端 就带来了更大更多的 这种方便和便捷 今天的现场 每一位观众也有一个身份 就是乘客 对于乘客来说 这个新机场 是不是解决了 我们出行的痛点 我们还得听听 他们怎么说 我想问一下 大兴机场 它离我们真的是太远了 那么它当初 为什么要选择 在那么远的地方 建这个机场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确实可能 需要第二个机场 但你干嘛建那么远 我觉得它的问题当中 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有没有可能 就在我们现有的 一号航站楼 二号航站楼 三号航站楼的附近 不太远的地方 咱们再建一个 四号航站楼 如果按照这个方案的话 可能大家去 首都机场的时间 要打的雨量会更大了 就更堵了 对 地面交通 因为首都机场 它是按照 七千六百万人次 来规划设计的 现在实际运行 到去年年底 已经超过了一亿人次 所以大家感觉到 很多这种痛点难点 我们作为机场的 运行管理者 也一直在努力 但是大家看到这个数据 七千六百万和一亿以上 它超出它的饱和容量 确实太大了 这个不但是空域 地面飞机运行的这个厂道 包括航站楼 给旅客使用的空间 也就包括 伟宏老师刚才说到的 地面的交通 到这个首都机场去的 它已经不堪恙贺了 已经是 如果咱们 再来一个第四航站楼 再来个五千万 很多系统会崩溃 局部的交通就要瘫痪了 而且可能还会时常瘫痪 好 从这点上 我们明白了 这个选址的一个 重大的意义 它的考虑 再请一位观众吧 我想问一下 对于我们经常出行的人来说 最大的担忧就是航班晚点 对于装备了这么些 高科技的大型机场而言 有什么办法能够解除 大家对于航班晚点的担忧呢 旅客选乘飞机 实际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最看重的就是正点 中国民航在航班正点上 这几年采取了很多措施 下了很多功夫 去年中国民航的航班正常率 超过了百分之八十 但是呢 给全球比较发达国家的 航空公司的正常率来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这个跟我们国家 空域啊 各种因素都有关系的 大型机场 刚才也给大家讲了 地面滑行时间 中转的时间 包括办柜台啊 办手续 这些时间 都比原来接约了 这是都为这个 航班正常率啊 创造的条件 追求机场原因的 零航班延误 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所以在这个新机场的规划 设计过程中啊 我们始终也是围绕这个目标 去努力 新机场 它的这个低能见度运行 是世界一流的标准 在75米以下的能见度 仍然可以实现安全运行 同时机长在驾驶飞机 着陆运行的时候 可以通过单灯的引导系统 完全由系统来指控 指挥 这样的安全性 其实更强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